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聊聊国际足球 那么在前两天,李沙黎松在热刺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向媒体抱怨了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出场时间 孔定也在一场3比3热刺占平对手的比赛当中批评了球队的高层 而且指出了球队当中一些球员他们踢的是自私的足球 只为自己踢球不为球队服务 这家俱乐部在过去20年间也没有获得任何的冠军头衔 说到好像自己是跟这家俱乐部完全无关的一个人一样 完全忘了自己是这家俱乐部的主教练了 果不其然在这场发布会结束之后的几天呢 孔定是正式下课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孔定这名主要链身上聊起 再来聊一下教练跟球员之间相互攻击的一些趣事 以及孔定本人的一些趣事 以及我觉得作为一名教练 如果你觉得球队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该如何去做 首先来看一下孔定 他在即将下课之前的那几天的关键时间点 有一些媒体发出了这样一些新闻 指出了他在热刺 夏儿新 国米 油温 这些俱乐部 执教的时候的一些训练趋势 文章冬写到说 孔定在训练当中 比较喜欢组织11对11的大对抗 但是呢 他在对抗当中 总是喜欢让球员停下来 并给他们指出错误 不厌其烦的去这样做 这就使得球队当中 球员总是好像在得到一些负面评价 老是看到自己做的不好的 没有看到自己做的好的 同样的我也看到了前几天 有之前一位切尔西球员被采访的时候 说有主持人问 说你在切尔西的时候呢 最怕什么事情 那么这名球员说 可能就是跟孔定坐同一辆电梯 那种很尴尬 说不上话 很尴尬的感觉 这个呢 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孔定 带给球队的一个氛围 是什么样的 就是很严肃 很尴尬 但是呢 球队当中没有一些什么正反馈 的确不太适合一些 踢快乐足球的这个球员 我们知道 中国队在2002年那一次 冲进世界杯的时候呢 当时的主要的米露 他所提出的理念 就是快乐足球 何必快乐足球呢 就是让这些球员踢得开心 踢得高兴 踢得他们在场上 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实力发挥出来 就是好的足球 记得孔定在当初切尔西指教的时候呢 第一个赛季成绩蛮好 那么在第二个赛季开始之前呢 他就给这个迪格科斯塔发短信 简明了道的指出了说 你不在我下个赛季的计划当中之内 那么这个举动呢 也导致了科斯塔离开切尔西 也同时使得这个 他的这个身价大幅下滑 这名主教练呢 他不光搞自己队员的心态 搞自己球队高层的心态 在赛季的一个漫长的赛季当中 他还很会搞对手的心态啊 就像之前跟切尔西一战平的那场比赛当中 在赛后的这个握手环节 当图号去跟孔帝握手 孔帝根本没有正眼看图号 图号结果就没有松手 用这个动作告诉他说 在握手之意的时候呢 你应该看着别人啊 那么经过了被孔帝这一次搞心态之后呢 图号在切尔西也没有待很长时间啊 现在呢是已经去到了班人慕尼黑去了 而孔帝本人呢也是过得不太顺利 也是已经离开了俱乐部 他在离开切尔西和离开热刺呢 这两次都显得不是那么的愉快啊 反而之前在离开国米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安静的啊 比较安静的 那么说完了孔帝的故事呢 我们再回头说一下其他教练啊 说一下中国足球啊 那么记得之前在一次中国杯比赛当中啊 国足是0比6输给威尔士 在赛后当时还是中国队主要链的礼皮 他说出了这样两句话 第一句他说是我错误的选择的手法 这可能就是一个主要链承担责任的一句话 我觉得很正常 那么第二句话 他说是我看到球员在场上没有斗志 没有拼劲 这让我感觉很困难 这句话呢就直接把他跟球员的这些矛盾摆上台面了 当初队内还有像是冯霄亭啊 这样的他在恒大带过的老城啊 可以说是在一个球队当中 如果教练把责任都通通推到球员身上 这显然不是一个记忆的信号 这个呢也是可能由于李皮他觉得我是世界名帅啊 那么我制定的战术 我制定的操作等等等等 我派上四个前锋面对威尔士可能就是队的啊 是这些球员他没有斗志所以踢不出来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一直觉得对于李皮啊 李大爷耿耿于怀的一个点啊 那么这个就说到这儿 然后呢在中国足球历史上啊 这个贾艺历史上天亮呢 还跟了一句善有善貌恶有恶宝 指的又是他跟池上斌知道的这个矛盾 这个呢也是主要联跟球员不合的一件趣事啊 那么还有呢 但是当时很久之前贾学权在带陕西国力的时候呢 由于球队当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啊 跟一些什么其他的教练啊 球员出现了一些勾兑啊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些猫腻 结果在赛虎发布会当中 他说在场上各别球员表现的很奇怪啊 场外的东西很多防不胜防 当记得问到说您所说的这些拳是谁呢 贾学权直接说了四个字 三号随波啊 那么这四个字三号随波也几乎毁了随波的整个职业生涯 就像范志毅范朗将军的说这个赵鹏能不能踢周围一样啊 说了这么几件事 其实我想说的是 作为一个球队的主教练 哪怕你对球员有不满有意见 但是如果你觉得把那些不满摆上团面 能够更好的处理是一个方法的话 那你可以去做 但是也有很多教练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他永远都是维护球员的啊 就像当初三欧冠三连实际的这个齐达内啊 一度呢在联赛当中踢的真的是一团乱 马踢的是乱糟糟的 有记者在赛虎发布会上 不断的向齐达内展开这个发问啊 想知道球队内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你不管怎么问齐达内 他永远都是维护球员的 永远永远没有说球员半个不好的字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高情商的 一个职业的一个主教练所该做的事情啊 好那么今天呢 关于球员跟主教练的事情就说到这里 那么也希望我们中国足球 能够再次提出快乐足球啊 迎来一位像这个米卢米大爷 那个时期的这个中国队 好谢谢大家